這裡我們有一個 這個我看一下 大家有時間如果夠我就講 那我先跟各位介紹這個 平常如果你在網頁上要把文字選起來 你會怎麼選 Office裡面也可以比較快的選 比較快的選 來我給各位看一下在這邊 用這樣 好如果你這一段 假設我上面那個標題 我想要把它選起來你會怎麼選 我是這樣選 你看 這樣比較快還是你比較喜歡用這樣眼睛對好再來選 請問這個要怎麼做 Office裡面有類似的功能 123 沒錯沒錯 你喜歡321也可以 321 反正滑鼠左鍵點三下 整段選起來 點兩下勒 是選一個詞 好點兩下就選一個詞所以呢如果你在這一邊 如果像我這個我找那個有診斷的 診斷的你再看會比較明顯一點好這裡 好這裡是連結 好這裡喔 點進去 好這裡有診斷 123有沒有診斷選起來 這樣了解的 只是因為一般我們標題都是什麼 都是那個 一行而已嘛 所以大部分你會覺得標題比較不明顯 那這個123 這是一列的123 請問1234有沒有用 1234回家自己慢慢用 不會有作用 最多就123而已 好就123好 所以這個是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其實你在選東西 網頁上的選 選字 真的可以不用那麼辛苦 好不用那麼辛苦 來吧 感谢观看